中台湾元宵灯会4号在中央公园点灯 台中市府为了不让赏灯的民众 在占地67公顷的场地迷路 规划了特别版的导览APP 一点灯区就能够清楚地告诉目的地在哪 另外也推出了附近的逢甲夜市美食地图 可以边赏灯边吃在地美食 来到占地67公顷大的中央公园 逛元宵灯会就怕场地太大 迷路怎么办不用害怕 市府已经为你设想周全 只要下载手机的中央公园导览APP 就能够带你走到你想要的灯区 点开APP映入眼帘的就是今年中台湾元宵灯会的主视觉设计 Happy 2 点开灯区介绍选择想去的灯区 按下导览界面就会告诉位置在哪里 建设局升级原有导览APP结合元宵灯会进行全方位导航 让民众可以顺利找到像是竹灯区磨合世界等各展区 另外APP也提供周边停车场接驳站及灯区管制范围等交通资讯 中央公园是我们都会区里面最大的一个公园 那占地有67公顷 也怕大家会迷航哦 所以台中市政府为了这一次特别在我们中央公园APP 那把它做一个进化版我们把它优化成我们这次灯会的一个导览APP 那只要大家事先下载哦 那当天到了我们这个场域啊 你就可以要欣赏哪一个灯区 它中间就可以导览你到哪一个主题灯区 由于灯会位置临近冯甲夜市 全长300公尺约有近百家美食摊位 市府也推出美食地图 罗列出冯甲夜市必吃清单 要趁着灯会带动新的一波商机 成衣好很多人潮很多 大概有整个多少层有算多 大概有多了五层吧 比较方便 就是大家如果不熟这个地方的话 有地图可能是会比较方便一点 原校灯会市府初期一招 不仅解决巡路的困扰 也让赏灯的民众在晚间 能够走到冯甲塞亚期加后聊